参议院已经通过了大约7400亿美元的降低通膨法案 其中包括了把老年人的处方药成本限制在2000美元 帮助美国人支付个人医疗保险 这史上最大规模的投资要来应对气候变化 还有向大型的企业征收水旅 2022年降低通膨法案长达755页 民主党人认为该法案将大大缓解通膨压力 在50比50的参议院中 所有民主党人都投了赞成 所有共和党人都反对 副总统哈里斯以51比50的票数提供了打破平局的投票 据悉 众议院预计将于本周五再次投票 该法案可归类为五个方面 首先是降低处方药的成本 该法案允许医疗健保公司与制药公司协商处方药的价格 在十年的预算窗口内 为联邦政府节约约2880亿美元 并将收入用于降低老年人的药物成本 包括限定自付费上限为2000美元 还将用于为老年人提供免费疫苗接种 且老年人的胰岛素价格限制在每季35美元 帮助美国人支付健康保险 该法案扩大了在COVID-19大流行期间提供的补贴 以帮助一些需要自行购买健康保险的美国人 早前的纾困措施原本定于今年到期 但该法案将允许该援助持续三年 降低个人购买医疗保险的费用 宣称为美国史上对气候变化最大的投资 该法案将在十年内投资近3750亿美元 用于应对气候变化 包括投资可再生能源 以及购买新的或二手电动车提供退税 对企业最低税的调整 对年利润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 征收15%的最低税 这是一种打击不缴纳税款 或通过各种途径减少缴税的公司的手段 弥补财政赤字 该法案约有7400亿美元的新收入 和约4400亿美元的支出 约有3000亿美元的差额用于削减赤字 中天中望 正立报道